剛剛聽完 因為松壽哥 紅亮得很 我聲音比較小 所以我需要麥克風 然後我講養生跟生活 就是 生活跟養生我們就把它放在一起 生活在英文就Living 那我們松壽哥講是Life L-I-F-E 所以我常常講說Life是IF是If 然後Live呢 事實上你要Living 你要在生活裡面怎麼過日子 事實上剛剛松壽哥講的很多 讓我都想到羅玉 羅玉講說吃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他在教女兒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養生上也是一樣 你要過得快樂 就像我老婆昨天住院 住院的時候我跟她講說 我今天發誓一定要去陪妳 她說妳不要啦 高媽媽雲欣姐陪我 然後我說那我不去可以嗎 她說妳明天早上要去大道城直播不是嗎 因為大道城直播是我現在每個禮拜最熱愛的 因為把每個禮拜周記整理 然後下個禮拜想做什麼做個整理 我想養生跟生活是每個人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所以在我老婆的身上我學到的是 匡宏跟愛 但是老師學不完做不完 所以我在這個在洛杉磯跟松壽哥在一起的時候 我看到真的就是CLEAN C-L-E-A-N 事實上它也是很CLEAR C-L-E-A-R 所以你說CLEAR它裡面有EAR就是耳朵 那CLEAN L-E-A-N是個依靠 所以因為我基本上看起來很POWER 很Energy很大 但事實上我很脆弱 所以當我老婆昨天跟我講說 我眼淚在計程車裡面就掉 因為我去出生了 那早上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也哭了也掉眼淚說 今天沒有老婆容許我同意我在大道城 我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我的責任是傳承 就像我這麼多個禮拜 我在講善跟物跟好 那我用這個做個結論 善在羅因裡面就有 一共有十六篇 二十篇有十六篇 那這個善呢是善莫大焉 那人要做善事很容易 人要從小善做起也很困難 因為一念之間也算不做了 所以知識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樂知者 所以我在宋舍哥身上 看他磨刀 看到他磨刀磨得那麼漂亮 他送了一個剃刀 我還在擺在櫥子裡面 然後他的這個乒乓球更不是蓋的 那在看他不是蓋的時候 有時候想到自己很自卑 乒乓球也打不好 磨刀也磨不好 但是我想人各有償 所以在善裡面就是 十一有十六篇 他一共三十五章 有四十二個善 那最大的善就是善跟物 你怎麼去分別 所以在道人之善 所以有時有量有度文 所以是一者三有 那一者三要解禮樂 要道人之善 就像剛剛宋舍哥講的 你可以講這樣好 為什麼不講這樣好 宋舍哥實際上讓我感覺 我講話很白癡 但雖然我可以這樣演講 那他的一句話 一直在我腦海裡面 他說 一句話可以講一次就講好 為什麼要講第二次呢 所以因為客觀來講我很笨 我實際上講怕忘掉了 所以要講得很快 那講得很快 真的會不忘掉嗎 還是會忘 那現在事實上功夫生了以後 就比較不會去計較那麼多 也就背得很多了 所以像悟 又叫惡 那悟跟惡呢 像語無見難以 在輪影第八篇二十一章 大語無見難以 就沒有辦法批評他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他是就是 他最重要就是惡衣服 惡衣服 是美夫服免 就是他自己在家裡 穿的衣服很簡單 這個惡不是壞喔 是簡單喔 那美夫服美 就是他上朝的時候 跟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他穿的很漂亮 很端莊 很合無禮儀 所以 浩在輪影裡面 他一共出現十五篇 三十張 五十三個是浩字 那浩他是動詞 五十三個裡面 五十一個是浩 有兩個是浩 那兩個浩是什麼 第三篇二十二章 講管仲 指援管仲之際小宅 所以班軍是為兩軍之好 就是兩軍要好 有緩電 但是管仲也有緩電 是不對的 然後再來就是 第十九篇二十三章 指控說 他的才能指到肩膀 所以你經過一看 就看到他有多好 但是孔子是久任 不得其門的路 看不到他們家有多好 財富有多高 財能有多高 所以想養生生活 就是活出自己 活在當下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